歡迎大家來到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921地震教育園區 現在為您展示的是本園區最新型的防災小火車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 另外還有列車長天天跟駕駛員萌萌 請問列車長天天 這台防災小火車跟一般的小火車外觀有什麼不一樣呢 防災小火車是由火車頭跟三節車廂組成 整體的車身呈現流線洗 還有寶藍色的外表非常漂亮 而且這輛小火車性能非常好 可以開近偏遠地區喔 簡直是內外兼具功能齊全好處多多啊 哈哈哈哈 那想必大家一定也跟我一樣迫不及待想要更了解小火車的內容 接下來我們就請列車長天天帶我們一起參觀吧 好的各位觀眾 駕駛員萌萌萌所在的火車頭其實是一座扭蛋機 只要你們完成闖關任務就可以獲得一次的扭蛋機會喔 看完了火車頭接下來讓我們進入下一節車廂 聽說這一節車廂裡面坐的乘客都跟地震波有關喔 接下來就讓我們請列車長天天幫我們介紹一下吧 沒問題 當地震發生的時候啊 人們之所以感受到地震搖晃就是因為有地震波 而地震波又分為表面波跟體波 很可惜表面波因為行程的關係沒有辦法到現場 今天車上的乘客是體波中的P波還有S波 請大家一起來觀察看看哪會是P波哪會是S波吧 P波在地震發生時最早到達 介直震動方向與波動方向相同 速度每秒約6.5公里 S波比P波晚到達 介直震動方向與波動方向垂直 S波傳至地表以水平震動方向為主 經常是造成地震破壞的主因 速度每秒約4公里 最後一節車廂的乘客是緊急避難背包 我們可以準備在緊急避難背包裡面的物品有 工具類 藥品類 保暖衣物 衛生用品 個人物品 糧食類等等 也可以依照個人需要調整數量喔 接下來我們來考考列車長田田 藥品類的物品有哪些吧 我準備好了 哈哈 那大家一起來看看 我準備的物品到底正不正確吧 第一個是 胃藥 優點 藥用酒精 草莓蛋糕 很可惜 天天在緊急避難背包裡面 準備了一個草莓蛋糕 那我們來請問一下天天 為什麼會準備草莓蛋糕呢 因為想要當作避難食物啊 但沒辦法帶草莓蛋糕 真的是太難過了 好 謝謝列車長 那其實在緊急避難背包裡面 準備食物是很重要的喔 比起容易腐敗的草莓蛋糕 我們應該要選擇比較容易保存的 比方說 緊急扣糧 或者 罐頭 等食品放在包包裡面喔 九二一第三教育園區最新型的 防災小火車展示 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